欢迎回来新闻大百话节目现场 现在时代流浪再爆有成员退党 而且这一回选择离开的是 苗栗县的议员曾文学 但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 促使他退党 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我决定退出 我曾经全心全意 参与了快要四年的政党时代力量 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 录音党事件只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他是苗栗县议员曾文学 前时代力量党员 会退党就是因为前一天流出的录音党 根据内容黄国昌已是点名曾文学 当初会选上决策委员会 都是因为黄国昌自己的关系 但讨论立委提名小组成员时 曾文学似乎忤逆黄国昌的意思 没有按照配票投给前主席徐有名 这个样子的投票却被黄国昌前主席 用这样子的言论来说 我是觉得非常的难过 一旦我觉得这样的组织文化 我没有办法再持续改变 持续参与的话 我觉得该放下的时候就该放下 退党心意很坚决 而曾文学退党消息出来后 黄国昌没有现身 半夜在脸书上澄清 录音党遭恶意变造扭曲重伤 否认一切指控 还说希望曾文学留下来 同样挽留曾文学的 还有代理党主席邱显智 听过这个录音的时候 当然这个当事人会非常的受伤 我觉得这样的隔空的这个 就是这样的对话 事实上并无助于这样的讨论 还没约到黄国昌 但邱显智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只不过时代力量 从去年开始爆出退党潮 大多指控和党内派系 放话文化有关系 就不方便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 退党的前党员也不愿再多谈 实力退党风暴还在烧 TVB的新闻 廖广斌富士涵台北参访报导 不过现在光是这个录音党流出来 大家也在提醒说 难道是跟大律小律互斗有关系吗 我们先来看到什么叫做国昌录音党 其实在里头它是一个 大概是短短的一个片段 总共有四段的片段来剪辑 而且这个资料来源是 墨雨静跟他的墨水故事 这是从这个粉丝专业上 所揭出来的内容 我们就来看到了 其实有哪些内容 第一个这里很明显都是四段话 都是黄国昌说的 他说曾文学认为说 靠他自己能选上决策委员 我只能笑笑的 我的配票单下去的时候 有多少的党员 是看那个配票单投票的 你们心里是非常有数 甚至还嗆瞎说 曾文学你是在 是做什么事情 党友欠你吗 当时你选的决策委员会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没有我支持你的话 你选得上吗 这句话讲得非常重 结果你选出决策委员的时候 你以为你是谁 其实嗆瞎的意味也都非常浓 再来说你有个人的情绪 个人情节 那你要早点跟他们讲 那么他决策委员的票就不给他 所以其实这句话 其实根据这个粉丝传的内容 他们说这是一个私下 在聊天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流出来的一个相关的录音档 总共有四段被剪在一起 大家也可以发现说 其实黄国昌对当时曾文学 跑票的状况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当这个录音档一流出来之后 当然曾文学苗栗縣议员本人 也当然就是非常不爽了 他是说什么 他说在这个录音档出现之后 党内整天下来 竟然没有任何人 对黄前主席的言论 有任何的意见 甚至在很多的评论当中 他是完全被消失的 还更慎由者 甚至有人认为说 这个消息会不会就是 曾文学自己放的呢 他说他一直都知道 感受到黄公昌前主席 对这个政党的影响力 还有控制力 而且时代力量的从政者 很少有人是违背他的意见 甚至在国昌退出决策团之后 任何的重大决定 也都还是必须要跟他讨论 所以第一个他先说了 好 其实在他这个录音档出来之后 完全没有人帮他讲话 都是甚至没有人敢对这个 黄国昌前主席发表任何的意见 还有他也点出了 其实黄国昌在这个大党的时候 其实他退出所谓的决策圈了 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跟控制力 而且大家也都不敢得罪他 甚至他也说当时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他说当时已经经过了 两轮投票了 已经选出了四名的提名小组成员之后 还有一位是还没有决定的 就是徐永明还有林一营 这两位被提名人的投票 最后一张的关键票 是在他手上 就在曾文学手上 他便依照要参选的人 不能担任这个选对会的标准 以这样的标准投给林一营 因此徐永明就没有成为所谓的 提名小组的成员 而徐永明前主席 就在这次投票之后 怎么样 其实从4月到8月 都再也没有出席过决策会议 直到秋显至辞职之后 要选党主席之时 他想说其实在出现 他也说认为这样子 才是有所谓的个人情绪了 再来其实黄国昌 也在昨天深夜就是回应了 他怎么说 他说比较厉害的人士 是见部分人士 他说是恶意剪辑不同时间点 跟脉络的私下聊天录音 透过断当取义的方式 来刻意的扭曲重伤 而且他也讲 老实说他真的非常难过 过去这几年 一直禁止疑的最大力量 需要能协助一起打拼的伙伴 努力实践共同理想跟目标 他尽力了 但还是引发了纷扰 他真的是非常难过 他也说接下来 他不会再多做解释了 但是这样的说法 其实曾文学本人 还是不买单的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早在录音档被揭露之前 我其实就耳闻过 黄国昌前主席 以及许多人 对于我没有乖乖听话投票 有许多的不满以及批评 那在昨天一天下来 让我觉得更难过的是 党内竟然没有任何人 针对黄国昌前主席 在录音档之间 所提及的这些东西 做出任何的批判 尤其是现在正在参与 补选改选的决策委员们 黄国昌前主席 对于这个政党的影响力 跟控制力我想都不是秘密 那时代力量的从政者 很少有人敢违逆其意见 即便到国昌 退出了决策权之后 这样的状况也没有改变 其实以他的说法来说 其实就是说 整个时代力量 基本上都被黄国昌给把持住 而且很多人 其实也都不敢有任何的意见 所以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更有人指出说 其实以这个特级舰 小周的人渣文本这个粉丝内容 他就说了 第四点 民进党真的是惹火我了 原本很多事情 他是看在友情上不讲的 但是你这种搞法 其实已经超过了 所以有人在质疑说 为时代力量的内讧 其实跟大律 也就是民进党是有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联系 给东华大学的 民族事务与发展系教授 施正峰施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教授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现在有人指出说 这个网路上流出来的英党 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大律 就是民进党可以流出来 想要制造时代力量的一些纷争 让有一种大律打小律的一个状况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讲说一般来讲 看这谁会得到好处 那一定是民进党得到好处 所以而且谁有那样的能耐 基本上是执政党 比较有那种能耐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从这几年来的大律小律 大树小岛之间的这样子的 纷纷扰扰 基本上就是说 你时代力量不听我的话 不听我的话的时候 那老师我想要再请教一下 如果真的是民进党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做 他其实是不是就是为了2022 或是所谓的接下来的选举 其实在做布局 他们的意味到底是什么 那我刚想好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蓝绿 那绿是很多次 其实是讨厌蓝多于喜欢绿 所以中间这里面 就是一个白色的力量 那当然这个白色的力量 里面就有这个KP 然后跟时代力量会不会合流 特别是KP借来 他市长借满了以后要选总统 那很明显的就是时代力量 或者是黄柯昌蓝接来 要选台北市长的 那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说 其实在立法院一些法案的时候 他认为说小绿都不是很听话 都不当特意 OK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收买 一个金钟奖就可以收买 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很明显 就是至少两年后的九合一 接下来就是总统当选 那老师我想要再请教 一下说其实现在整个时代力量 基本上都是党内互打的状况了 而且很多人都把这个矛头 指向黄国昌 那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时代力量从去年的路线之争 到今年的所谓的收贵案 时代力量是不是有可能会面临到 一种泡沫化 而且很难再起的一个窘境 就看黄国昌 我坦白讲 就是说我们民主政治是在讲说政党之间的竞争 合理的竞争 但是党内里面要讲所谓的 所谓的内部民主 还是要这个所谓的集中式的领导 未必坦白讲 往往你做所谓的起头式的时候 会变成就是说 他领导者你有权利 也有义务 但是一大堆下面一堆小鬼的时候 然后好像就是要把那些 胡洛平洋被全欺了 我坦白讲 现在所有的矛头 看起来是你讲黄国昌是怎样威权 等等 也已出言不信 但是要不是他出来张罗的时候 哪有可能那些坦白讲 你说你们小矛头 你们很厉害去冲没有错 但是说真的也不要太质疑我 坦白说 好我们也非常谢谢 施老师在今天特地抽空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 谢谢您的意见 谢谢OK 好所以以教授的一个观点来看 其实很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民进党出手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连接到 所谓的2021的选举 大率现在在打小率 可能也就是一种超前部署了 不过以这个时代力量 内部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总招邱显志就说了 当然会对曾文学全力未留 因为如果不未留的话 苗栗县的先议员 其实时代力量再少一席 那就只剩下一席了 而且这会对当事人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应该尽有可能的去弥补 当然如果是恶意剪接的话 其实他支持黄国昌 也必须要采取法律行动 不过目前黄国昌是没有对外来表达 就是要采取法律行动的意见 不过黄杰其实在这时候也发言 他这么讲 他说黄国昌发言的内容 完全凸显什么 过去党内的决策圈的潜规则 什么潜规则 就是坐实了过去外界质疑的 国运昌隆 其实他的也是 坚持黄国昌的概念 而且现在时代力量留下的 只是乖乖听 国昌老实话的橡皮独唱 党内必须不断的爆发出这种事情 这是现在的状况 所以该怎么办 到底还剩下什么 党内的决策核心如果再不虚心减小的话 这个党势必也都会加速灭亡 所以其实黄杰这个话 也用得非常重 他甚至在脸书上 po文的时候也都说 他是边手抖边打出了这样子的言论 但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时代力量来说 去年爆发所谓的路线之争 已经有谁退党了 林昌作 洪慈庸 林亮君 还有吴珍 到了今年还有收贵案 所以徐永明 林颖梦 还有黄玉芬 这些政治人物也都纷纷的退出时代力量 所以就有人说 包括这个风传媒的社会人就讲说 时代力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要来探讨的 就是还是我们刚刚讲的路线之争了 跟民进党的距离 真的是非常拿捏 所以多次引爆了内部的路线矛盾 还有什么呢 就是党内的斗争 还有选举的配票 其实很多人都是有意见的 我就对这样的心态 才是时代力量最根本的问题 甚至其实也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批评 恐怕也只会把别人越推越远 只有自己是对的 当别的媒体在质疑他们的时候 就有人说 你们都是帮蓝绿在讲话 但如果今天有人在质疑他们的时候 党内质疑他们就认为说 你就是小绿 因此这种话归派系 恐怕对这个时代力量来说 恐怕还是必须要赶快来解决的问题了 而且大绿打小绿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其实也都要看未来的选举布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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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